作词 杨rang 各位敬愛美体神人 今天由着我们一个社团联赛 口道合台湾联名 台湾家书、台湾北书、南书、家中书 今天在開這個記者會 主要是因為 我們念 以適合這個低下的 中國特色 要來到台灣 當然 不要搞政權 這種流氓政府 用這種方式 我們副總統立委也到現場 我們拍拍來歡迎副總統 大家好 當然在政局立場 我們堅持 這個台灣中國一平之國 這是我們堅持的立場 當然我們也保育民進黨 絕對不可以提供台灣的主權 跟台灣要走向獨立的基本觀念 所以現場你看到 我們有準備計量 待會稍微開稅的計量要做什麼 所以我首先來搖車 我們共同 讓臺灣人民總教育人副電規教授 或是我們今天主辦的志銀 我們來搖車副教授 來講幾句話 跟我們的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我們的社團代表 副總統立委 我想 陳一琳要來台灣 應該大家都知道 他不是真的要來台灣做生理 他就是要來向國際選擇對台灣的統籍 要讓國際社會錯誤的認知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人民已經默認了 就是沒有無意義的接受 我們在這裡開社會的議事 就是要希望我們的媒體朋友 跟我們的社會國際選擇 台灣人民對中國共產黨跟中國國民黨 這種聯合統戰的手段 我們非常不以為然 所以我們是正義說 所有的社團 所有的台灣人民 應該都要勇敢 站出來標示 我們沒有接受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 也要進一步 要保留民進黨 所有的本土政黨 不可以說因為 在立法年中國國民黨 一黨獨大強勢通過ECFA 民進黨沒辦法阻擋 已經通過而且連署 這樣就放任 放任中國共產黨派代表 來台灣進的統戰 民進黨的管理長 公開表示他們要接待 陳英林頂頂一人 我們認為這種民進黨的骨切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來鋪辦這個記者會 日時我們會去高雄 我們這裡小團跟很多民眾 會去高雄 參加224抓回行動 就是今天特別在這裡 主要要跟 省公民進黨 所謂代表台灣本土 寫來的第一大黨 來扶揚 我們認為台灣的經濟 是要靠台灣的中小企業 這個ECFA最後得利者就是大財團 這是一個政治、獨裁、經濟、北施的體制 所以我們是認為 現在縣市首長 不要急著去追求這種 對人民沒有根本利益的 短期的經濟利益 應該要再回來扶持 我們本土的中小企業 這樣大家比較有工作可以做 社會比較安定 不是所有的錢都要大企業賺去 年後我們的年輕朋友都失業 租金和租金都外移去中國 中年人都失業 我覺得這對台灣的經濟和社會安定非常不利 所以在這裡今天 古板的基家會 就是要公開保育 新為台灣奔透政黨的民進黨 他過去在選舉的時候 他跟我們說一個 他跟我們問 問說 我們大家聽一下好了 跟我們說 你 決定台灣的未來 這是五都選舉的牌子 這是五都 那時候好選的市長 現在也是在裡面有市長 還要反應成為你們來 現在就說台灣人都在看 我們因為台灣的主管 如果不去 台灣的民主就不去 所以一定要有主管 主管管理不可以替代 連內有民主 我們覺得很科學 我們創公道立委 的社會政黨 是一個剛才建議社的問題 拆出一個很能力的態度 所以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是民主進步黨 或是民主退扭動 台灣的主權不容退讓 台灣這個民主進步黨 是進步黨 還是退讓黨 所以我是覺得說 民進黨以期 要去追求中國這種不平衡 不穩定的經濟利益發展 我認為這個是一個臭雞蛋的經濟發展 那如果說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連這種政治判斷 為台灣人民經濟利益跟國家主權的立場 都站不住腳 都沒有辦法強力捍衛 那我們今天準備了一籃雞蛋 這個雞蛋就是將來在適當的場合 我們會請我們的議會的 所有的台灣的民眾 我們先來表示說 將來 這個太公主不曉得要不要用 就是說我們將來 如果台灣的主權一旦失去 沒有辦法守護台灣的主權 我們對做出這種軟弱政治決定的人 我們會送給他真正的臭雞蛋 這個也是台灣人民表示憤怒的一個宣示 所以是不是我邀請我們今天 議會的來賓在講話之前 我們先來喊一下口號 做一下動作 來呼籲民進黨要站在人民的立場 站在人民的立場 來捍衛台灣的主權 台灣的主權絕對不能退讓 我們現在來韓國 讓這個雞蛋就可以拿在鎖上 不一定要砸 不一定要砸 這是未來民進黨沒有替台灣人民 進到責任的時候 我們再來砸 我看到記者朋友說 這要浸鹽水還要噴進下去 含為台灣 堅持立場 一兵一國 堅持關節 台灣主權 不能退入 還有一遍 含為台灣 堅持立場 一兵一國 堅持關節 台灣主權 不能退入 還有一遍 捍衛台灣 堅持立場 一兵一國 堅持關節 台灣主權 不能退入 好 得下 這個雞蛋 我們會繼續浸水 要拿去拍日 為了 為了台灣的民主者打拼 我們的割黨營 割立委 割公道 現在先邀請他來講幾句話 我們這個 割公道 尤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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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民主 是這個 剖勢的 隔壁 全世界 不管是民主國家 共產國家 都說 他最終的目的 就是要去 推動這個民主 民主 現在民主有一個大波浪 已經把這個 埃及的總統 已經把他撞倒下 現在 尤尼 尤尼 甚至 在阿拉伯 也在怕 受這個 大波浪 的衝擊 現在中國 還在抓人 現在有這個 用這個 網絡 四個五千萬人口 他現在 這個 胡錦濤 跟這四個五千萬人口 自己組織一個 社會 自己住在 現在 中國共產政權 已經把幾個 百個 在組織這個 社會的人 他那個社會的人 都被抓去 所以 這個中國 這個 無民主 無自由 無政權的地方 可能也會受到 這邊 這個民主的 大波浪 的這個 衝擊 現在 用這個來講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 政府 政府的政策 也沒有去尊重 台灣人民 的這個 議事 像說 憶法 這個 說要說道 民進黨和 台南 提出幾六百 他也不想跟你說道 這憶法 對台灣的主權 是最大的 會讓台灣 像香港這樣 但是這個 也政府 不但 不在幫你主導 還請 這個太上王 這個 陳寧玲 來台灣 在搖舞 擁衣 這對我們台灣人 尤其是 我們的這個 民主觀 也是 很大的 挑戰 和這個無俱 現在說來說 今天這個主題 這個主管 台灣主管 一直失去 的主要原因 就是罵去主張 一個中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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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普遍的定義 就是說 台灣和中國 合作一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是我們的中央政府 這是一個中國的含義 所以現在變成說 我們 我們 菲律賓用 十三個台灣的 這個 返人 送給中國 這個菲律賓的說 說 你們是主張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 一個姓 中國是你們的中央政府 所以我們用這些人去交給他們 沒什麼不對 你們就自己這樣主張 所以你們要去 投資資材 這是你們這個 中國內情的問題 你們去教中國說 所以我們去這個 如果這樣 這個 後來台灣的主管 就像我消失 或許多 都整個中國在管 這個菲律賓 這是一個開始 有 這邊我們如果無料不好 現在以後 全世界 都 圓用這個菲律賓的選擇 台灣就真的 事實上 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在這個 關鍵點 我們要嚴格 來譴責 這個 馬英雄 出賣台灣的主管 去強調說 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 對台灣的上海 比兩顆元主堂 對日本的上海 更大 日本那兩顆元主堂 燉 之後十當 就不會讓我們去 但是台灣 有可能 一個中國 斷送台灣的前途 謝謝 謝謝 就是我們 剩公道 剩立委 他說得很重要 中國的茉莉法革命 頂頂 現在八人也在運動 所以我們這些小團 一定 會堅持 台灣的立憲國的目標 尤其他剛才 頂頂 差不多 一小時 民進黨中 頂頂頂頂 也有發了新聞狗 但是我們 感覺 這種新聞狗 太過了亂獄 沒有代表台灣人 今天 記者會上場的目標 還是要 互惡這次政 的 管治頂 尤其是民進黨 絕對不能接待 這種低下的 彈分音 我們現場 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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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